阿祖法今天能不能成功离婚 大家好 欢迎和阿道一起来观察二婚嫂阿祖法与丈夫康特的再婚生活 昨天妻子向康特提出了离婚的诉求 康特情急之下只得请出了自己那年过八旬的奶奶 这下奶奶终于出手了 那么奶奶的出现 是否能够帮助康特挽回这段仅仅才一年的婚姻呢 奶奶又是否能够成功帮助孙媳妇将那远南粗鲁 脱皮无奈的婆妈和小姑子赶回他们的高老庄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昨天许多中国网友还在猜测 阿祖法的婆妈他们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 奶奶到这里来作证 他们就只是暂时保证不来闹事 奶奶前脚一走 几个小人就会眼泪一擦就毛病复发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后续 大家一起往下看 康特以为奶奶把妈妈他们赶走了走了 于是他今天十分淡定地开始做着手里面的活 妈妈和妹妹要抢妻子阿祖法的土地修建房屋 甚至对阿祖法小夫妻大打出手 最后他们甚至还要抢走阿祖法与康特刚出生的女儿 婆妈和小姑子的这些行为 不仅触碰到阿祖法的底线 也让康特大跌眼镜 让丈夫康特对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彻底的失望 昨天他终于想要大义灭亲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他们的小家庭 因为再不阻止母亲和妹妹的暴虐行为 妻子阿祖法也只给自己留了三天的时间就要和他彻底拜拜了 而就在康特心里面痛苦地做着斗争时 他想起了去把奶奶请来为他们夫妻二人做主 康特奶奶与孙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康特还没有来得及请他老人家出山来抢救自己和妻子的婚姻与家庭 冥冥之中奶奶似乎感应到了康特对他的呼唤 奶奶昨天成功下退了连续六天上门来抢占土地 修建房屋的婆妈与小姑子 或许是因为在拉扯中婆妈他们打破了阿祖法的额头 心虚的他们只能在奶奶面前说不来找小夫妻他们麻烦了 看到康特回家之后几人也是落荒而逃 康特去郊区给自家工地打回水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半 这个时候工地上也来婆妈他们也过来了 被大家说中了 今天婆妈他们再一次来到了工地 但他们今天的抢占行为并不顺利 几人在工地上 这几天他们一大家子在工地上大打出手 终于引起了有一个人的注意 那么他今天的到来会不会会这件事情出现转机了 让一起往下看吧 但是除了婆妈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过来了 他一开始并没有着急 安静地听着阿祖法与婆妈他们进行出现理论